有些同学问我,你怕我怕死,我告诉你,我不害怕。 没有这概念,没有生死的概念。 每一天,随语言过着,年龄大了,讲经讲不懂了,我非常重视其诚人。 所以我在五十岁就非常重视在位接班人,无愧不讲解,经不能断掉,能讲的,喜欢讲的,我都把它提出了。 我走了,还有这么多人,讲的比我好。 我很满意。 问我,你怕我怕死,不怕? 真的不怕,一姐儿都不怕。 她为什么怕? 我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不怕死,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天天想着西方极乐世界。 念念,念着阿弥陀佛。 我劝大家,念佛求神,弥陀进度。 我自己,念佛求神,弥陀佛。 我自己也能不做。 我也不做,跟我说的人是无欺骗的。 那我对不起她。 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我们极乐世界真有。 天天天都有。 随时随地都可以到极乐世界。 欢欢喜喜。 福跟我们说的。 你,凡事有因有果,我一有因果的。 因是什么? 一切发成形象。 我一切发生。 讲来讲去,看着这个现象。 我一人我们的同学。 学佛了,永远未惧怕。 我们。 我们更生上。 美法无奉佛。 欠处一帆风神。 欠复非常光明。 FAQQoANG 在念秋生剑头,我们对于极乐世界庆幸自遂,往生极乐世界,真有保护,希望同学,把生死干淡, 把生死抓在自己手上,不是在野望手上,在我自己手上,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好啊! 面对大众同学,一同念佛求生剑头,每一天,不缺空苦,害怕的同学还是有不少, 我们帮助他,帮他首先,自己不怕,他才能相信,如何帮助这些害怕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使命。 数百金底。 十五百金底。 能转害怕。 而成人为不怕。 不怕到什么程度 自在往三 往三七六十 有保护 是真的不像 受佛苦又何必要留念 你对受佛留念 所以你才怕死 对受佛不留念 不怕了 在面对今天的学会 种种不安定 我们都勉励下去 不要害怕 快快乐乐 把这一句佛号念好 阿弥陀佛 决定的记忆 一个都不会乐掉 决定一起 决定一起 这个重要 大家身体比我好 要用功 要努力 要看到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欢迎我 我们见到 无限的欢喜 一生的愿望 总算是 圆满了 我 活在这个世界 活一天 干一天 活两天 干两天 往生极乐世界 通讯 会跟着阿弥陀佛 一同来接引 所以帮助同学 祝念功德很大 我就接到他爱来接吾 绝不落空 绝不是假的 现在的月情 这些新闻不堪 念阿弥陀佛 真实的帮助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 不是别 福乐就 菩萨的就 同餐同友 好友都来接 迎接我 神仙不宜 他们确定了 切往事 来接的时候 比这个场面 是闹 在来接的时候 不要客气 要坚定 神愿 幸运月 往事 也要 祝福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